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一个女人突然要承受这么多东西 真是替她很辛苦 嫂子说不用这么担心 其实李先生已经帮我买了人寿保险 我简单解释了一份保单给他听 希望他明白李先生的保单可以帮他多少 于是他决定买多一份人寿 受益人是他的小朋友 能够在帮人的同时 让客人了解到未与绸谋的重要性 这才是真正的帮人 感谢观看